足以借的逆向思考 一位穿着时髦的女孩走进了纽约银行 向主管说 我要到欧洲出差一个月 我想合规银行借贷5000块美元 银行经理拿起放贷契约说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 担保品做抵押才行 女孩随即交了停放在银行前的劳斯莱斯 汽车钥匙与文件 银行便接受那辆车作为贷款担保品 并且将车开到银行专属的停车场保管 但一个月过后 女孩回到了纽约银行 还了5000块美金 并且支付了15块美金的利息 银行经理办完酒去后 很困惑地问 很开心和你合作 但我有些问题方便请教 当你出差时 我对你做过了信用调查 发现你是某家知名企业的总经理 信用资产非常优秀 因此我非常好奇与疑惑 为什么你要跟我们银行贷款这5000块美金呢 人啊 要懂得做逆项思考 租与借 女孩简单而凌厉地回答 请问纽约这个世界上的 大城市哪里能找到室内 超低成本就可停车一个月的地方 而且啊 还要有能保障我的车子 不受到损害 却才只要15块美金的保管费呢 结论 一个懂得专注投入思考的人 才能够产生非凡价值的创意 下次再分享 不一样的财商观念 借钱不是穷人在做的事 欢迎关注哦 今天你有启发或学到了什么吗 欢迎请在评论区跟我分享哦